高雄昨天新增了十三類確診 其中有十一人是來自同一個化工廠 還擴及了兩名家人 其中一位是高中生 而他所就讀的學校 昨天進行了PXR採檢 目前兩千四百多人都沒有陽性個案 不過同班的老師和同學 共四十二人需要居家隔離十天 同時市府也擴大匡列 並且在化工廠 還有確診足跡點的附近 設立篩檢站 學生們穿著防護衣 頭戴面罩 帶著行李準備搭防疫巴士 去集中檢疫所隔離 他們都是高雄前鎮某高中 二十四號確診高中生的同班同學 包含任教老師 在內共四十二人 雖然PCR採檢陰性 但是府要求隔離十天 若無法一人一戶 需前往集中檢疫所 而其餘同校失身停課三天 回家自主健康管理 校兩點起家長陸續到門口 準備接孩子 擔心群聚全校兩千四百多名失身一早進行篩檢 衛生局長也親自到學校瞭解狀況 目前沒有陽性個案 不過這名確診學生是被在化工廠工作的家人傳染 整起前鎮群聚案因化工廠四十多歲女員工出現症狀 看診後確診而發現目前已累計十三人確診 十一人是同一家化工廠 擴及兩位同住家人 其中一名是高中生 全是無症狀或輕症 目前確診者足跡主要集中在鳳山 環保局已派人做清銷 為防止疫情擴散 市府擴大匡列 採檢到第三圈社區接觸者 中午在化工廠附近公園等地設篩檢站 不到三小時就有許多民眾及勞工前來排隊篩檢 市府坦言這波群聚需持續觀察幾天 若四月初前無法初步控制 不排除清明廉價會加嚴防疫措施 記者